好 在各家报纸间头版几乎都在全面预告 下周三要启动第二阶段的限水措施 对于厂商来讲 冲击非常大 不过 今天厂商抱怨的是政府怎么抗汉没办法 因为已经开了六次的抗案会议 全台湾还是得要面临限水 加上今天各大水库发出警报 谁为一天天逼近的警戒职 水利署看来束手无策 即使实施的11次的人造雨还是无法解渴 马19总统明天他即将要亲自召开抗案会议 不过抗案无方 让民进党立委对马政府执政能力大打问号 直接点出问题除了雨量不足之外 水库的清淤无力才是重点 马政府却是无力解决 参加抗案会议根本就是在作秀 没有水真的很烦恼 好不容易有台风却只是擦边球 接不了水库的壳 水位不断往下降 几乎逼近警戒值 从3月30号启动的六次抗汉会议几乎没成效 人造雨其实不是说水利署不做或者是做得不好 而是人造雨的成功以火最主要的因素 在于整个天后的因素跟整个云系暖云等等的条件 人造雨能不能解决汉下水利署推给老天 但眼看水库水位往下降 一个多月来石门水库已经下降到210公尺 保二水库也从133公尺降到129公尺 中部的鲤鱼潭水库和南部的南华水库 水位同样逼近警戒值 从北到南几乎都在等待天降甘霖 但除了降雨量不足造成汉象 人为管理部长也成了榜凶 水利署都已经开了六次抗汉会议 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总统马英九更打算亲上火线主持会议 但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民进党立委打了大问号 水库任其淤积 任其慢慢的死亡 也难怪台湾 现在碰到这个水坊的时候 全民交集 如热锅上的蚂蚁 所以马英九总统 他在执政这三年 可以说是抗旱不利 我们要求这个抗旱会议 一定要提高到国安的层级 这个已经严重的非常离谱了 不是马英九你去做秀而已 抗旱大作战 马政府要动起来 只是水资源管理出状况 水库无法解渴 马政府再怎么召开会议 都只能流于形势 三立新闻林文夫 黄沐 台北三部导 好 不下雨就是不下雨 而且天气似乎越来越热 因为在今天台北市再度创下 最高温入下以来 已经达到摄氏35.5度 温度应该持续会攀升 民众会觉得非常无奈 是当雨一来 对台南民众就是生怕会土石流 会有重大灾情 雨不来了 现在又有陷水的梦魇要上演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问题 等不到下雨 即将要展开的陷水 第二阶段的部分 在下周三即将要登场 中部的高科技厂商 他们在昨天的抗案会议当中 急得跳脚 质疑政府真的是太迟钝了 慢半拍 外船有不少大厂被迫 自寻生路 找水警想要包下水泉 也开始抢水车 就生怕到时限水了 无水可用 水车瞬间也变得抢手货了 一天的运费 从原来 这是8000块钱 瞬间已经涨到2万元 还得先预付 1到20万元的优先充租金 过去竹科只要缺水 原区厂商就会租用水车买水应急 23号中科厂商即将第二阶段限水 也不得不开始预定水车运水 结果水车变得抢手 开始大涨价 一台车涨到2万都有可能 原本平常是多少 8000块 水车从8000涨到2万 外船还得预付1到20万的优先陈租金 中科厂商也得咬牙接受 因为9号抗旱会议 就有人通批政府慢半拍 没有任何配套 业者才被迫自寻生路 除了可能像鲤鱼潭水库 或是南投集集地区买水 也有人探寻私人水井的水泉 打算整个包下抗旱 不过找到了水源算一算中科 每天要用掉5.4万吨的水 一台水车只能在15吨水 整个中科每天就要3600台车次的水车 水车我 车瓦我一天用水多少 可以跑几趟 我必须要得到水车 不够水车的时候 我要去找水井 水井不够的时候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动作 去买水或者银管 高科技厂商用水量极大 第二阶段限水工业用水减供5% 大多能忍受 不过第三阶段分区供水 将导致厂商减产甚至停机 造成损失 也难怪业者跳脚 政府没有明确说明 就像跟隐形人作战 不自己自救 靠政府恐怕会措手不及 谈讯温千元中部 证明 继续 Raymond 同学